从小到来就是读这个母亲的培育师朋友的同胞嘛 感觉黄河的母亲的吸引力太大了 画面里的台商叫莲万生 1954年出生于台湾 系台湾副警集团董事长 在扎根河南之前 他主要从事地产开发 公路工程 酒店管理等 2003年 他赴郑州考察 看到了自小就充满憧憬的中华母亲河 黄河 让所有亲朋好友始料未及的是 正是那次黄河之旅后 莲万生决定 投身于黄河滩地发展生态 经过慎重考虑和科学论证 前期 老莲投资对郑州万亩黄河滩地 进行生态保护和绿色产业开发 大家所有家人所有的朋友 还看我笑话 说老莲黄河能够 在黄河边有多少钱能够填满黄河 我也笑一下 为了改变沙化严重的状况 老莲扎根荒地 选择种草 种树等办法来解决 此后 他持续注资 结合现代化生态建设经验 打造了一个集旅游观光 休闲度假等于一体的国家四亿级旅游景区 并参照台湾日月潭建造了600多亩的日月湖 一时声名远洋 想到引进一些台湾的文化过来 想到台湾不是日月潭比较有名吗 想到让大家感觉来到这个地方 好像有了台湾的情怀 近年来 为了配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 老莲再次做出转变 一开始想到做旅游做特色的农产品 但是后来我觉得这个不是不现实 还是回归到我做农业 想应这个国家的现在以粮食为主的政策 我现在最喜欢的就是 河南就是黄河母亲河 每天都会来黄河边钻泥圈 跟小麦谈恋来基础农业来发展 刚好我也想要尽力微薄之力 把这个几千亩地的农业做好 尽力点这个中华儿女的这个情节 突然转行做迷营 当时赵山影子都说可 一度出现悬挫种子 错过是非记者情况 为此他从台湾邀请农业专家来指导 与本地专家农业技术学校合作 并从台湾等地引进火龙果 葡萄等特色的工作 据了解早年间 黄河郑州段滩区被淹时有发生 多年来为何老连敢在黄河岸边持续大手笔投资 他介绍是在考察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后 给他带来了信心 为什么我敢来投黄河边 就是看到了我刚我97年就去看那个小浪底 因为小浪底那个工程我非常的震撼 调一调他把那河床刷深 我来到现在河床可能下刷三米深 那水一上到我那边就上葡萄地了 现在已经你看下多生下去 以前如果听说这个黄河经常断流 特别在枯水袭的时候连草都长出来了 上面泥沙下来就堵住在那个地方 就乱窜了 所以这个黄河当时这个黄河探地是没人要的地 现在大家抢着要 大家觉得这个黄河是一块宝地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